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跟我一起去维权 第二个步骤就是在群里登记了这些小伙伴的基本信息 以及他们的会员卡号里边的卡费 第三步就是找到相关部门 最后一步就是找到了我们万能的媒体 然后最后历经四个月终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将来你要是离婚维权的话 也会这么弄你丈夫吗 我这个人还挺平和的 为啥要在离婚方面要维权呢 就是合则来不合则去就好了呀 万一那个人不想分呢 通过交流啊 通过这个沟通呀 哎 你这个女人好可怕呀 为啥呀 为啥可怕呀 就是女人长得漂亮也算了 她还有方法论 你说男人害不害怕 他们有没有这样 他们有没有说 你的费我还给你 那你就不要 有说过 有找到我 你妥协了没有 我没有 为什么没有妥协 我一开始都已经统一思想了 大家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去做 所以不能因为自己的异己私欲 对 可能是因为我学了这个专业 我学的专业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因为现在是去建设 全面建设这个法治社会 我觉得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里 我有勇气和胆量 去跟这个邪恶势力做动争 说得好 谢谢她 我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但我经常会跟我自己说 哎 算了 算了 就当我花钱买教训了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妥协 我们妥协交通 我们妥协时间 然后我们不去较真了 其实我们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不较真 可能导致了很多事情的这种 发展的这个结果反而是不好的 正义往往是需要坚持的 其实说句实在话 很大一种情况下 我们每天都在呼喊说 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 但大部分情况是我们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是 是的 我们放弃了之后 她才会得意忘形 所以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心理 这个女孩的行为才弥足珍贵 以后多学一学她 但是得有方法要保护自己 好 来说说你工作的事情吧 你以前是公务员 对 怎么想着又辞职了呢 这么平稳的工作 今年33岁嘛 就是心里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33了提的有点晚了吗 确实是 为什么不早出来 确实 老师您说的对 因为当时刚毕业的时候 我贪恋家乡的安逸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考官 你是贪恋家乡的安逸 还是家乡有什么值得你贪恋的 比如贪恋的人 没错 真的是在那里有感 当时是 现在没有了 对 女性的话 一般33岁她应该 已经到了一个中层管理者了 所以我们35岁就属于 进入一线城市当中一个卡点 如果你有技术背景 或者是你的过往阅历 能够证明你在这个岗位上有价值 那是一个黄金地带 但是您是应届毕业生的相当于角色 因为你研究生嘛 在我身上发生的问题 也许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 就是有的人是先出去闯荡 然后再回家考公务员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可能跟大家相反 我是先选择了安逸 然后当我30岁那年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觉得 这可能不是我未来几十年 要面临的生活 也不是在这个 想明白了 豁然开朗了吧 豁 豁然开朗不是四十不惑吗 对啊 那你要那么说 我看咱们那个 你活到了更高的境界 算了咱们不聊这事 来越聊越死 你父母支持你出来 我爸是这样说的 他说虽然你是一个女孩 但是如果你有志向 在更远的地方 更大的城市 爸爸永远支持你 哎呀 这父亲得有多失望 才会说出这样子 是吗 老师您心里是有点太阴啊 我看你们跟我爸说的一样啊 所以你会发现 她是一个特别 正体正统的女孩子 对 我是挺轴的一个人 我知道你挺轴 所以我们会把天聊死 挺梗的一个人 梗梗梗梗梗梗梗 所以你看聊到现在为止 你看她维权 有正义感 到30岁的时候 敢于跨出自己人生的一步 在这方面呢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她还有一个 很亮眼的地方 她是一个眼角膜 捐献志愿者 哇 在一个正当好年龄的时候 她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实她的思想觉悟 还是很高的 这眼角膜不是我现在捐出去 而是我不在这个世界 没有现在要你的 因为你很丑 而且我这是跟大家 那个科普一下 你这孩子 我发现她这孩子 挺丑的 我们在夸她呢 这是不难 谁说现在就给你们了 这天不是这么聊的 对不起老师 知道吧 我们是真是在夸 你是一个有正义感 很善良的女生 谢谢老师 咱们不要这么聊天 行不行 所以你们发现 她的维权是对的 这就是她性格 对对对 她就喜欢这么做事 所以你 她就是个钢筋 我觉得博传 你其实我其实最担心的 有一个因素 就是你的上面写的 同事眼中的自己太较真 自己评价一下较真 在你的职场关系当中的 这个分寸感 怎么把控 这个较真吧 同事眼中看 可能您从这个简历上看 是从工作方面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比较关心我生活方面 说我生活上比较较真 就像刚才 跟涂雷老师聊天一样 说实话 从你上台到现在 其实你体现出来的 因为今天不是生活 今天是职场 对吧 你刚才体现出来的 也是非常较真的 慢慢好像感受到了 你的感受是通过我的痛 对 是涂雷老师 给我及时的反馈 所以我想 所以我想给你补充一点 就是说 正义感是正确的 但是过度较真 可能在同事 以及在跟领导的相处关系 我觉得其实不妥的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嘛 公务员它就是 原则非常至上的 因为原则可能会 在工作效率上面 不符合现在时代的 企业的发展 这个的话你怎么处理呢 比如说面对一个工作原则 你去坚持原则 还是坚持效率这件事情 原则跟效率一定要化 就是站在对立面吗 为啥要给我假设 这样的条件呢 这是现实的存在的问题 它那个环境 跟我们这个环境 解读原则的意义不一样 我现在就问两个问题 你走 领导留你了没有 我觉得领导是非常人性化的 他给了我 直接回答我 他给了我 你到底想不想留你 他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他让我自己来选择 因为这是 我就问你 我就问你 你认为他到底想不想留你 老师 如果你听了这番话 你觉得领导是想留我 还是不要留我 我不想 我没有跟你在一起工作过 但如果就这段语言而言 我认为 他觉得你可以走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么 你没有判断是吧 我 就是国权 你不愿意正面面对问题 其实人生有的时候 就会被问死 你总是想去把 所有的东西解释 完了以后 再给大家答案 其实不需要 就是说 我满意 但是我因为想去看一看 不是说指责这个东西不好 而是指它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和理想的状态 所以我要选择更好的理想状态 就是这么简单 人生不敢于说不 不能直面问题 什么东西都要找一个解释 其实就是效率 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还有三盏灯 天生我有 这个女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 但也有显而易见的缺点 刚才所说的 较真也好 等等等等 其实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你比较把自己当回事 对 从你上场到现在 我看到的是一个 在家里 特别舒适的一个公主 想来北京 创一份夜 我留灯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替她说句话 我觉得她没有 就是说 所有人在质疑她 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一个在小城市 你生活的 很安逸的女生 家庭条件也不错 国家公务员 突然有那么一天 想跳出舒适圈 想来到大城市工作 我觉得不需要理由 因为她还有梦想 我觉得我是理解你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职场秦山课堂 大哥 这个活动 马上出一百份成案 明天早上我要看 一百份明天早上就要 时间这么短 一百份 这哪做得完呢 还没开始就说做得完 什么工作态度 不是 领导 您要想辞退我 就明说 我直接去财务领先责吧 这是公司的安排 再说了 做不做完是你的事 做完你可以加班啊 现在这九五后 哪有不加班的 我们公司可不养闲人 有时间说这么多 不如赶紧加班去吧 面对领导的百般刁难 我到底是应该正面应对 还是忍气吞声呢 这个问题很适合你吗 如果是百般刁难的话 我可能会先想 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我认为 我是刁难 还是不是刁难 咋要那么绕呢 对于我来说 可能不能完成 是刁难 哪那么喜欢解释 那你就说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刁难 就行了呀 博蝉的性格呢 就是相对就是 你又想稳 又想表达 至于这种状态 不想正面面对它 如果让你来说 你会怎么说这句话 已经意识到了 这是刁难 如果说意识到 这种情况的话 先收下 如果说真的要出一百份 我精力 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 可能今天有可能完不成 我尽量能写多少写多少 我给您推出一个 我认为最好的方案 我不会这么回答 如果要是这件事发生 我身上 我只会回答 我说老板我做不到 我才一直在说原则和底线 因为已经触碰到底线了 一百份方案 开玩笑呢 对吧 我一定会跟老板说 我真的做不到 老板十份可以 如果一百份 那另请高就 这就是我的原则和底线 其实有的时候 一个求持者 他很愣 明明知道上次在刁难我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的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跟领导说 领导到底是哪个地方 我真的做得不好 你对我有很大的意见 我主张死也要死个明白 我得问清楚 小图啊 我根本走我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讨厌我吧 小图啊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想教你出一百个方案 那只能 那如果你要是这样说的话 那就领导我都不愿意跟你讲理由 但我认为领导不会这样说 如果领导连理由都不愿意跟你讲 直接辞掉你 他根本不会说 你去做一百个方案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百个方案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广义的问题 不光是上司跟自己 朋友 恋人 很多是不把话说开 就此一辈子误会 其实是让人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会有 而且以后你还要成长 你还要跟别人去交流 你还要跟别人去相处 你还要去到新的公司 这事 心结你不解开的话 你带着这个问题又去下一个单位 其实对于人是没有成长 其实从一开始听到现在 博晨 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分析思考型的人 但是呢 你又充满了梦想和激情 就在你身上的理性和感性 是相互打架的 我给你留灯 我想听听你 因为美的当下 也有美业的机会给到你 但是最遗憾的是 到现在我没有看到 你跟美相关的能力在哪里 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做好准备 除了依美相关的知识 你对其他的美丽 美妆行业 服装搭配行业等等 都没有了解 对不对 是的 老师 我是觉得它真的适合去医美 你现在可以操作皮秒是吗 首先我有这个资格证 然后后来我又备案了美容主枕 我可以操作就是皮秒二氧化碳 现在皮肤管理科是 医美整个行业最火的一个科 你现在在北京 你随便找一个 没事吧 大家注意一下 她愿意采纳就采纳 我也帮助你一下姑娘 我也特别认同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技术型 所以其实我更建议你 可能我们现场的工作真的没有太适合 好 在第三轮选择之前 问一下你降薪吗 好 不降薪 不降薪的原因是 第一 我选择的这个意向地点是深圳 第二就是岗位的问题 好 在第三轮选择之前 跟你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优秀 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展现价值 还得找到合适的岗位 对 坚持自我也没问题 坚持自我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就你一个人 第三 你有素质 素质好 但还是要有技巧 还有回答别人问题 直接回答再解释 不要先解释再回答 这样的话容易让别人堆积起情绪 就你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好不好 谢谢老师 来 第三轮选择去获零 大家都说它不适合它现在的环境 我认可 你也要知道你现在不适合 但是同样环境也会改变人 你要跳出你的舒适圈 来到大城市 慢慢你会适应这个环境 你也会变成我们眼中OK的人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坚持自我的同时 审时多事 谢谢土雷老师 谢谢你的正义 谢谢老师 再见